好 下面我们来看二十三课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从下面开始一直到课文结束 是文章的第四部分 说明了小燕子的独特之处 它同时具备了上面两种鸟的优点 咱们看全文的第十二句话 这句话说 The swallow shares the virtues of both schools in highest measure 它说这个小燕子呢 在最大程度上同时具有了以上两种鸟的优点 这个The swallow还是咱们说的 单数前面加定数的表示类别 但是这个主为一致的话 位语必须用单数 因为形式是单数 后面这个shares就用的是单数 但是这个share又注意翻译 这是多一词 在这不是分享或分担 这个不同顺 在这在翻译成有共同的 有一样的 有一样的 这两种鸟一样的优点 表示这个意思 在二十四颗还会碰到 我们先看几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We share an interest in botany Botany是植物学 这个动物植物那个植物 不能说我们两个人分享对植物的兴趣 而这翻译成 我们两个人对植物学 有一样的兴趣 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 再面用说 I believe my view is widely shared 不能翻译成 我认为我的观点被广泛的分享 这个不同顺 翻译成什么呢 我认为我的观点有广泛的共识 这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观点 这被动可以中文用主动翻译 我认为很多人和我有相同的观点 对吧 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看这句话 Not everyone will share your enthusiasm for the plan Not everyone搭配是部分否定 并不是每个人怎么翻译呢 对这个计划都有和你一样的热情 这个我们说了 热情感情后面借词加for 这是咱们讲过的 这share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看马上会讲到的24颗 就是138页第二段的第一行 138页24颗第二段第一行 That all great art had thi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is undeniable In some moods nature shares it 那么前面是外从举 厨艺从举放的举手了 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有这个力量 什么呢 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的力量 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在某种状态之下 大自然也有同样的力量 有一样的有共同的 share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正是这个含义 那么这小燕子呢 有共同的virtual主义是多一词 在这不翻译成美德 而它翻译成好的素质 优点或者是长处 可数名词 这个可数不可数都行 在这里是可数名词 做抽象意思不可数也对 也可以 这个复习是咱们老知识了 咱们在第六课就出现过 体育精神 看三十五页课文的最后一行 看这个片段 The running, jumping and kicking a ball are tests of national virtue 好像跑步 跳高 踢球 就是国民素质的检测式的 在这里面 这个virtual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本文中 做具体的优点素质 做可数名词来用都可以 但这里不是美德 而是表示优点 长处 好的素质 正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再回到剧中 看剧目 In highest measure 就是在最大程度上 同时具备了两种鸟的优点 这个measure表示程度 这是十一课就讲过的老的知识 In highest measure 这里相当于 To the highest degree 在最大程度上 但很特殊 这个measure前面加最高级 不加定格子的 不说In the highest measure 叫In highest measure 在最大程度上 没办法语言习惯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那同样的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用In great measure In large measure 可以 也是跟这次in搭配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In some measure 就好了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 十一课说过的 爱因斯坦先生的名句 咱们复习 The true value of a human being is determined primarily by the matter and the sense in which he has obtained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self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 以及什么意义上 从自我中获得了解放 就从自我中解脱出来 这个measure和sense 都是做定义从具的先行词 这两个词表示 程度和意义都是跟in搭配 in some sense 在某种意义上 in some measure 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说 在什么程度 和什么意义上 从自我中获得了解放 就从自我中解脱出来 咱们整个翻译一下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主要取决于 他在什么程度 和什么意义上 从自我中解脱了出来 这个measure 也是跟in搭配表示程度 最大程度上 同时具备了 以上两种鸟的这个优点 下面是 怎么个具备这个优点呢 下面就是复杂句子 咱们看屏幕 看看语法程度的分析 一块看 It has not nor does it boast of its power that belongs to the air traveling it may be 6,000 miles to and from its northern nesting home feeding its flowing young as it flies and slipping through a medium that seemed to help its passage even when the wind its at worse 描述这个小燕子 简直是飞行之王 首先第一个 他不疲劳 体力好 不会像野鸭 或者坐骨 飞着飞着就累了 这个it ties not 是个古代英语 或诗歌英语中的一个文法 就相当于正常英语中的 it doesn't tire 这是古文用法 这个用法咱们后面会说 nor 咱们早讲了 引出并列的否定句 在第二课就讲过 他也不会 the nor 后面要不分道庄 朱冬斯前提 也不会炫耀他的力量 Bosef刚讲过炫耀 夸口说大话 那么 分号后面引出并列句 but也是并列的连损 但是呢 它属于空中 就是与蓝天融入 融入一体了 整个跟空气融化它一体了 belongs to the hair 这个怎么没有主意呢 主意就是it 就是小燕子吧 并列句 重复魏冬斯被赏略了 这就是小燕子属于空中 为什么属于空中呢 这出现一大堆并列的飞飞动词 包括这个traveling 包括这后面的feeling 包括后面的sleeping 你看traveling feeling sleeping 并列的这个飞飞动词 可以看作原因状语 共同解释 为什么说小燕子是属于空中的 后面这个it may be 是插入语 补充说明一下 可能是六千英里哦 作者说没有把握 也可能是五千八 没有把握 是可能大概六千英里左右 就是这个从北方作朝的老家 这个飞到那去 再从那飞回来 往返大概六千英里 it may be 是插入语 这个术后的解释是道桩 这个解释有问题 如果是道桩句的话 这是完整句子 这也是完整句子 两个句子中间没有连词 这句子就错了 所以这个不是道桩 这个traveling 是跟feeling sleeping并列的飞飞动词 解释为什么它属于空中 那么首先呢 他们回家 从家里飞回 都在空中飞 对不对 那么就是 Northern北方的 Nesting home 就是home for nesting 住朝的老家 飞到那去 再飞回来 往返六千英里 都在空中 对吧 当它飞翔时 为它刚刚会飞的 那些厨艳 as it flies 是时间状益从具 就是先套在飞飞动词 内部的 飞飞动词 重心是不feeling吗 flowing 就刚会飞的 翅膀长成的 样表示右兽或右鸟 但注意 这个词本身就是富属 样本身就是富属 表示右兽或右鸟 所以不能加S了 当它飞行的时候 喂小燕子 实际上说明为什么说它属于空中 对不对 并且怎么样呢 slipping 就轻巧的 一溜 一滑 就过去了 through a medium 在媒介中轻轻的穿行 轻巧的滑行 这个medium 媒介 就是在这 还是空气吗 就是air吗 媒介媒体 用复数常见 复数是media M-E-D-I-A 但是medium 是特殊的一个 拉丁文的单数 它的复数是UM 换成字母A 咱们多次讲过 细菌 单数Bacterium 复数Bacteria 咱们说过 在这个轻巧的穿过 这媒介 就空中 这个轻巧的滑行 这个媒介怎么样 协体字 NAT开始到剧末 这是定义从具 这个关系代词 做定义从具主语 它修饰就这个媒介 就空气来 怎么样 空气似乎 帮助它的通过 这个passage 在这不是段落文章 是通过 就相当于pass 它的名词形式 帮助它从空中飞过 甚至怎么样 当风是逆风的时候 这个win画横线的部分 带下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迁套在地域从具内部的一个时间状态从具 当风是逆风的时候 似乎也能帮助它通过 真是驾驭空中的能手 所以放在一块证明 它简直就属于空中的鸟类 吃喝拉撒睡都在空中度过 这么一个 整个这是句子比较复杂的文法结构 首先我们再看看细节 it does not 咱们先自己说 看一看 这是一个古代英语的用法 在当代一般在诗歌或歌词中用的多 但是在正规的通俗英语中用的不太多了 it does not 相当于it doesn't tire 我们一般是这么写的 但你现在有些诗歌中 或者歌词中 你看she loves me not 也出现类似结构 这是放在谓语或谓语和谜语后面加否定 但是我们当代普通的英语 还是否定 谓语动词 she doesn't love me 这么来说 但正式场合 可以用这种古文的用法 你看在著名的小肯尼迪的旧纸演说中 也出现了这个not 放在动词后来否定这个形式 我们来看看这个片段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导致因此 我的fellow American 美国同胞们 不要问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问你能为你的祖国做什么 ask not 其实相当于don't ask 但是你用don't ask 跟下一句话读进来就不那么舒服了 都用ask开头 ask not 然后ask 你看这读进来特别舒服 这个not放在动词后 放在这个避语之前了 what是避语从句 为什么避语太长了 如果把整个放在避语后面 这就啰嗦了 但是刚才那个she loves me not 那个避语太短了 可以把not放在这个me的后面 避语太长呢 可以放在动词和避语之间 但是正常的 就是比较通俗的用法还是don't ask 但ask not 是个比较文奇的用法 在旧志演说 庄重场合也可以用 the nor does oppose his power the nor就是引出并列的否论句 表示也不 它放在分句聚首 后面有刀状 这个我们在第二课见过 咱们复习一下 在十一页第二课 第二段的开头 十一页第二课 第二段的开头 spiders are not insects as many people think nor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蜘蛛并不像很多人认为那样是昆虫 甚至跟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nor我们省略 nor are spiders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那个are spiders 或者are they被省略了 因为前面出现过spiders are 但是写起完的话是刀状 也不 那么boso不多说了 在第三部分刚讲过 boso boso bell 叫吹牛快口说大话 but belongs to the air 我们说前面省略了it but it belongs to the air 冰列句 逐语呀被省略了 traveling it may be traveling 是分词做原因状语 现在分词非为动词做原因状语 修饰前面位动词belongs to the air 为什么属于空中 解释 他们离家回家都在空中度过 it may be是补充说明的一个插入语 它不充当语法成分的 插入语是不充当语法成分的 这个术后注释有问题 你看这个是术后注释 把it may be解释成了道章 为了强调traveling 正常语是it may be traveling 这么解释有问题 为什么 如果it may be traveling 是这么一个结构的话 那么它和前面一个belong to the air 这两句的中间就没有连词了 完整句的中间应该有个连词的 在这里面没有连词就错了 所以这不是 根本就不是道章 而就是traveling 跟后面那个feeling和sleeping并列 非为动词当原因状语 修饰belongs to the air 这个解释正确 那么to and from is northern nesting home 我们说nesting home 就是home for nesting 就是住巢的老家 住屋的老家 飞往北方坐屋的老家 再从老家飞回 行程大概需要六千英里 都在空中度过 那为什么属于空中呢 feeling is flowing young 这个feeling是跟traveling并列的原因状语 flowing是刚刚会飞的 翅膀长成的 这个young表示动物的幼崽 本身就是负数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mother fox and her young 狐狸妈妈跟她的孩子们 her young不能说her young子 her young本身就是负数 指动物的幼崽 幼兽幼鸟等等可以用它 sleeping through a medium sleeping本身sleep表示滑的意思 轻巧地滑了一下 所有的派生意几乎都来自于滑 你看在第三次的29颗 是否有趣 三侧29号里面 he slipped on a piece of ice and broke his left leg 他在一块冰上滑倒了 摔断了他的左腿 这个sleep在这表示滑 你看在这 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含义 再比方说 看一下几个例子 i'll slip the letter under your door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您不在家 我不是信 从门下部给您顺进去 你看这 蹭一滑进去了 这个信给您从门下部顺进去 滑了一下 再比如说 he slipped her arm through mine 这女孩子做了什么动作 她轻巧地跨上了我的胳膊 可能我们两个人正在谈恋爱 但李老师这个岁数 谈恋爱老了点了 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这个手跨在狗袋里面 旁边我的女朋友 趁人不注意 从这儿 给滑进来了 跨上了我 有这么一个动作 也要说滑的动作 再看 slip on the shoes 基本上一滑就穿上了鞋 说明这鞋没有后帮 没有后跟 说明这是拖鞋 所以拖鞋是不是叫 slippers 我们家里穿的拖鞋吗 因为一滑就能滑上去 我们这拖鞋 为什么叫slippers 再比如说 slip through the net 成为漏网之鱼 从网眼中 slippers滑出去了 没得着跑了 再比如说 he slipped quietly out of the room 他静悄悄地 从房间中滑了出去 就溜走了 溜走了 也是滑的动作 也可以 再比如说 his popularity slipped further after a series of scandals 在一系列的丑闻之后 他的名声 进一步下滑了 出流下来了 名声下滑 也用slip 这些 我们见过之后 都可以放心用了 本文中是平稳地 在空中飞行 也类似滑出路 滑的这么一个动作 through a medium medium 媒介 在这里就是空气 这个媒介的单复处变化 怎么再强调一遍 U-M 换成a 媒介单数medium 复数media 数据 单数datum 复数data 那么 延层 或者社会阶层 咱们13个见过 stratum 复数strata 当然也能够说streatum 或streata也行 bacterium 细菌 复数bacteria 课程 curriculum 复数 curricula 这是13个的复习 本文中是单数 当然要有medium 从一个媒介 就是空气了 后面再加定义重句 the seem to help is passage 这个passage 在这里是不可数名词 就通过或经过 帮助它的通过 这个风 帮助它的通过 这个再比如说 时间的流逝 时间的推移 时间过去了 the passage of time 也是这个意思 passage 这并不是文章段落的意思 这个后面说 even when the wind is at first 甚至风是逆风的时候 它也能在空中 平稳的滑响 似乎气流 在帮助它的前进 是的 是这么一个 就说明简直是属于空中的这个鸟类 好 看整个文章 最后一句话 比较复杂 看屏幕 such birds do us good though we no longer take omens from the flight on this side and that and even the most superstitious villagers no longer take off their heads to the magpie and wish a good morning 这是两个句子 中间and的连接 两个并乐句 第一句话的主句很短 such birds do us good 所以这种鸟 对我们有好处 do somebody good 叫对某人有益处 这个good 在这儿是不可数名词 并不是形容词了 不可数名词 这个do 引导黄颜色的是 让步双业总句 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呢 通过他们飞行的 这个飞向哪边 像靠左边飞 靠右边飞 来占卜其胸了 take omens from something 就用什么什么 来占卜其胸 就是靠左边飞 还是靠右边飞 以前迷信嘛 认为这个小燕子 靠左飞 靠右飞 用它占卜其胸 这个我们已经 情况不这么做了 但一来我们认为 这是有益的鸟类 暗暗的引出病毒剧 是那些最 superstitious 18个讲过 迷信的 最迷信的村民 也不再怎么样呢 不再摘些帽子来 像喜鹊 摘些帽子来 然后祝你早上好 这是最后一句话 语法不难 里面细节很多 首先这个do somebody good 相当于benefit somebody 对某人有益 我说了good 是不可数名词 叫做善 好处 好的东西 是不可数名词 do somebody good 我们同样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比如说 I think a trip to the beach will do us all a lot of good 我认为呢 去海滩旅行 将对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好处 do somebody good 还是不可数名词 a lot of 可以修饰不可数名词 是对的 对我们很有好处 那么反义搭配呢 就对某人有害 do somebody harm 对某人有害 固定搭配 既成harm 也是名词 就好了 我们同样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the occasional piece of candy doesn't do you any harm 偶尔吃一块糖 对你 不会有任何伤害 没有任何害处 这个candy 表示糖果不可数名词 所以用peace来修饰 下面我们同时记一个 在三册讲过的搭配 叫什么呢 be大于利 这搭配很有趣 叫do more harm than good 固定搭配背下来就行了 be大于利 看例子 raising speed limits may do more harm than good 提高速度限制 可能会be大于利 提高速度限制 车速快了 但除说过呢 be大于利 咱们再复习 在第三册的54课 就是这个 本能还是机制 讲昆虫这个数 第三册的54课 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他说 we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fear insects will regard them as unnecessary creatures that do more harm than good be brought up to do 是从小就怎么样 我们从小就害怕昆虫 我们把它们看作是 多余的生物 be 大于利 大家讨厌昆虫 固定搭配 可以这么说 这个跟do some of the good 同时集中 后面说 尽管我们 although we no longer take omens from their flight take omens from 是用什么什么 来占卜其胸 咱们在前面说过 omen 本来表示 这个兆头 从什么什么中 获得一些 急胸的兆头 是用什么什么 来占卜其胸 比如说 take omens from cars 用扑克牌 来占卜其胸 是这么一个搭配 那顺便可以把相关搭配 同时记住 还有个搭配就 take something as omens for us 用这个结构 叫做 把什么什么东西 当作是什么什么的兆头 这个take as 可以表示 把a当作是b 把前者当作是后者的 一个什么什么兆头 咱们看例子 比如说 she took all the little things that happened that day as omens for the future married life married life 就婚姻生活了 这个女人很迷信 她把她那一天 发生的所有的那些 小事情 都当作是 他们未来婚姻生活的兆头 看着喜怯了 觉得高兴 踩钩石了 又觉得很郁闷 把什么什么当作 什么什么的兆头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好 再回头句中 and even the most superstitious villagers 甚至最迷信的村民 superstitious 迷信的十八个讲过 咱们回顾一下名词 叫superstition 迷信 还记得吧 那么我们还讲过 助长迷信 叫foster superstition 破除迷信 叫breakdown 或者abolish superstition 叫破除迷信 这是我们在当时讲过的 好 再回头句中 甚至最迷信的村民 no longer take out their heads take out战云来 战帽子 to the magpie 冲着洗血战帽 洗血怎么讲过 and wish a good morning 注意这个表示祝愿 用wish 搭配是wish somebody something 这个搭配不要错 这个 比如说 我祝你有好的成功哦 I wish you great success 这么来说 我祝你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哦 I wish you a splendid future wish somebody 但是我们比较注意 还进入may 但may搭配是may somebody do 这个搭配不要错 这个 同样 比如说 这个 上帝保佑你哦 may god bless you may god bless you 但有的时候变成更简单 may没了 god bless you 更简单 god也没了 bless you 也行 但但用bless you 一般是表示 别人打喷的 啊啊啊 啊去 我说bless you 大家一般上帝保佑你不要得病哦 但写起来的是may god bless you 读快之后 bless you 变成bless you 就像那个this year 读快变成this year 我们讲了 这发音变化 塞布说 祝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哦 may you have a splendid future may you have 跟上面的 I wish you a splendid future 可以同时解 这不一样的啊 但中国人一读别扭 may you 好像没有一样 但是确实应语中是这么说的 may you have a splendid future I wish you a splendid future 注意 表示祝愿 不同的搭配 没办法 语言习惯直接背来就好了 好 23课 也是重要的文章 其中细节 文法 语法 句法 重点都很多 希望大家 反复把这个视频收看 把中级的营养 榨取出来 把这个精华榨取出来 慢慢消化 吸收 利用 光听一遍之后 好像看了看这个东西 看了个大鸡腿 流了哈喇子 看过 不管用 吃到肚子里边 消化出来 把营养都吸收进来 这才真正掌握了 23课重要文章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